然后呢 想要问一下刘燕姐 就是关于做主持人和做演员 然后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 我觉得他们是有共通点 你要很自然很真诚 其实反而要更放松的 去对待你的工作 对像我这样有点紧张就不对 但是这是正常的 就是你会越来越好 比如说你下次再跟我采访 或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你一定就会达到一个 你也会觉得很舒服的状态 就不仅仅是说 我们是主持人 要让被采访者舒服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平等交流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主持人 还是要无所畏惧 不要因为对方有很多的光环 是大演员 大导演 或者是现在的热点人物 你就会觉得气势上很弱 或者说问出来自己的问题 好像感觉都没有力度 也没有力量 我觉得你无论遇到任何采访者 都要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其实反而是对被访者 所有被访者的尊重 明白 演员的话做自我就好了 对 这就有特色就行 然后就是做了演员之后 你最近看到有消息 就是凭借受益人这部电影 获得了第十一届 澳门国际电影节 金莲花最佳女主角 大一点的时候就想离开家 大一点的时候我就想离开家 我就觉得应该去北漂嘛 去北京 我自己反正也遭了蛮多罪 上了蛮多当 我就觉得 以后我应该就是一个人孤独终老了 那你获奖之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就喜极而泣当时 其实还是很很看重 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 还是一个比较稳定和大气的人 可是你真的拿到奖的那一瞬间 那种感受是 我这么多年的辛苦 没有白费 所以就是自己为自己高兴 你在拍完以后 感觉自己跟之前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有 因为我拍摄的人的时候 每天都是会被大鹏和导演夸 我演技好 你知道这种夸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细思其恐 就是一个演的真正好的演员 为什么要每天去夸呢 那就说明你演的不好 他要鼓励你 所以我每天就会 辩证的这样去想 我就想 我管你到底觉得我演的好不好 我就自己去演 反正你喊咔喊过的 到时候万一演的不好被骂 那怪你导演 可是没想到最后 出来之后 果然是夸身一片 这是让我很意外的 我觉得我做主持人的时候 我的生活是比较规律的 要比较稳定 然后比较细致 可是做演员之后 我会发现你所有的经历 都会变成你的演技 我有时候觉得 我有时候会放肆一下 我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失控一下 就在我以前做主持人的时候 是没有的 而且我发现演技越好的演员 其实他是有性格缺陷的很多人 就在我们看来觉得 你怎么情商那么低 或者你不够圆润 你不太会语言上流畅地 跟人沟通或怎么样 或者是你不太会讨好人 其实我觉得那不是重点 就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演员 而不是一个公关 或者是一个只是讨大家喜欢的人 那你就是要坚定 你走这条演员的路 是保留自己的纯真特点和善良 其实我今天来 就是想考验一下刘元姐 带了一些小游戏 好 先来讲一下 其实就是根据那个表情包的图片 然后猜出表达的意思 我相信应该 我玩过 但是我不知道是猜成语吗 还是猜 都有 都有 那你得告诉我范围 要不然我会猜错 OK 没问题 有我在放心 如果要是有为达出的题目 然后才就是接受惩罚 什么惩罚 做表情报 我要做表情报 这不叫惩罚 这个是 是什么呢 乐趣 所以还是玩 我们就不说考验了 就是在玩 猪一龙 我就说你不用惩罚的 桃红 你看你们出的这个题 杨 跟一个软件有关系 你先别急 OK 可以的 反正姓杨的杨密 杨杨 杨 两个字的还有谁 杨 杨迪 对了 成语 我还想这个什么表情 尹语 隐私男女 不对 你确定吗 衣食父母 我一下 刀剑 等一下 刀 刀什么 球 刀是用来干 刀可以用来干什么 你先等我想想 球剑 柯州球剑 你这个猜出后面两个 前面你都不知道 怎么样嘛 我猜出来了 柯州球剑 怎么了 群龙 舞手 对 烟 烟尔道林 电影的 哎呀 电影 要国外的 我就难猜了 有我在 这是电影名字 绿皮书啊 我还以为 它是一个字 一个字对应呢 那它就是一幅画 对 这啥呀 这是个望远镜 还是个锅底啊 这是两个字是吗 你至少两个字是吗 对 两个字 不知道 两个字 不知道 是啥呀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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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像个平底锅呀 好了 过 好了 好尴尬啊 你快结束吧 结束了 你要说啥 没有 没有没有 那个 其实我最近有看你微博 然后我觉得 你的私人生活 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 没有都他爸了 哦 是吗 好吧 结束了 关了吧 小侄子小侄女 帮你拍照片啊 对 你没发现他们没出镜吗 因为他们长大了 我哥已经不让我拍他们了 大家还是要尊重他 毕竟不是我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所以 网友经常看我发完之后是说 有本事你自己生啊 你玩自己的侄子侄女干嘛 我想想也蛮有道理 早晚有那一天的 我又说错话了嘛 拜拜 有点不知道怎么